针对国民党及民众党要推动陆配取得身份证缩短年限 行政院长陈建仁公开强调 政府目前并无此规划 并指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都有重大差异 陆配与外配的权益应该按照不同立足点讨论 在考量相关的陆配的权益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把这些列入国家安全还有国家利益的这些考量 我们在考论陆配跟外配的这些权益的时候 是按照在不同的立足点上来讨论 这两者并不应该并为一谈 民进党立委更直接点出 在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威胁台湾 企图片面改变现状的同时 国民党及民众党推动这样的法案 将与台湾民意站在对立面 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反驳认为修法是推动平等的权益 学巧新则认为现行规定对陆配家庭也会造成影响 强调陆配及外配的标准应该一致 不管是外配 不管是陆配 我们都把它视为台湾的新住民 他们都应该要取得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尤其是因为他们在台湾组成了家庭 两岸关系持续在紧张的一个状态 在紧张状态下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的国人跟整个政府也都采取 会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更何况健保确实是会产生影响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强调 缩短陆配取得身份证 事件姿势体大 需全面盘点考量 更谨慎处理 强调行政院对于在野党修法的建议 持保留态度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维 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